内镜下食管静脉曲张套渣术是一种治疗食管静脉曲张出血的介入性治疗方法 以下是这个过程的基本步骤 诊断和评估 首先通过内灰镜检查胃镜或食管镜来诊断食管静脉曲张 并评估其出血的风险和程度 内镜下治疗 医生使用内灰镜将一根细长的管套渣器送入食管 这个套渣器携带着一种类似橡皮筋的小环 可以被套在食管静脉曲张的位置 套渣一旦套在目标位置 医生会释放橡皮筋 将其套在食管静脉曲张的位置 这样橡皮筋就会像一个小结 压迫住了食管静脉曲张的血管 形成块状物随着时间的推移 套渣的区域形成一个块状物阻止了血流 这有助于减轻食管静脉曲张的血液压力 从而降低出血的风险 随访和监测 治疗后患者通常需要定期随访 以确保食管静脉曲张得到了控制 出血风险降低 在必要时 医生可能会进行进一步的治疗或调整套渣 内镜下食管静脉曲张套渣术是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 特别适用于食管静脉曲张引起出血的情况 这个过程通常在医院的内警示中完成 患者在接受治疗后通常能够很快康复